而去年 10 月我才來參加我們的洞府典禮 今天再一次來到這裡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關心南方澳跨港大橋施工的情形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 橋樑已經逐步的蓋起來了 從剛剛的簡報 我也注意到目前的進度是有一些是稀前的 非常值得肯定 我要謝謝所有參與施工的夥伴 因為有大家夜影忌日的付出 才有今天的進展 各位都辛苦了 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南方澳跨港大橋是地方的經濟觀光發展的重要命脈 我們一定要持續地加進腳步 在地的鑲嵌也是非常期待 希望我們這個大橋可以早日完工 讓這個地方的經濟跟產業可以開始轉動 讓地方的經濟的情況可以更熱絡 剛才也聽到說 我們預計在明年的 9 月 18 日可以完工 只剩下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我要請大家 我們不分中央地方 保持密切的合作 務必讓工程能夠如期如值的完工 回應我們鄉親的期待 所以我們繼續努力 我非常高興今天來到這裡 看到大家全力的投入 對於整個工程的進行 也都有很好的進展 努力的在替我們一個地方 恢復一個非常重要的工程 非常感謝 再次感謝大家 也非常高興 謝謝